我們來聽楊喜倡講故事 我這個故事其實有點巧 我來了才知道說 你們要介紹一個日本新的錄影袋 那我這個故事 是我一個日本朋友跟我說的 她是一個女生 她說她在大概 國小三四年級的時候 他們附近就是小孩子嘛 然後他們附近有一個 她說是大哥哥 那個時候對她來 那大概是國中生 那那個男孩子 她是好像是家裡有兩個姐姐 然後她是老三 那一開始生下來的時候 因為是獨子 很受寵 結果後來好像就是 在生長過程中 好像就得小兒麻痺那種 就是那種好像是什麼 是感冒還怎麼樣 會引發小兒麻痺對不對 然後那個男孩子 後來就變得有一點小兒麻痺 然後之後她媽媽又生了 第四個小孩就是一個兒子 所以那個小孩子 就後來就變得很不受寵 在家裡面 就家人也都對她很不好 就覺得有一個掰咖的兒子很丟臉 但是因為那個小女 就是我那個女朋友 她跟她那個男孩子 就是那個小兒麻痺的人 就感情還滿好的 所以他們兩個人 就變成一個好朋友這樣子 那她說她那個時候 小時候他們附近 就是有一個高中生 然後就是那種 小孩子裡的惡霸 那那個男孩子很壞 就常常會欺負大家 然後會跟大家要錢這樣子 一個高中的男孩子 然後那個男孩子 就是常常去欺負 那個掰咖的那個男孩子這樣子 然後結果就是說 那個男孩子 就是那個小兒麻痺的男生 她有 她很喜歡貓咪 那我那個女朋友也很喜歡貓咪 她們其實認識就是因為 她們有那種公園 像小叮噹漫畫那個漫畫 小朋友常常在玩的時候 常常會有貓咪 那個男孩子會去跟那些貓玩 那我那個女朋友也會去跟那些貓玩 然後兩個人就做了好朋友 結果就在她們常常去跟那些貓玩的時候 就有一隻小黑貓 就跟這個小兒麻痺的男孩子 就是很好 所以後來這個小男孩 就把這個小貓咪帶回去養 對 那就是等於說 我那個女朋友講說 因為她家的人也對她不好 然後因為她小兒麻痺 很多朋友也都對她不好 所以其實這個男孩子 只有兩個朋友 就是我那個女朋友 跟她的小黑毛這樣子 結果她們就說有一次 曾經有一次就是 那個男孩子就是欺負那個男孩子 那個高中生 壞的那個男孩子 就欺負我那個女朋友的 那個小兒麻痺的男的朋友 然後她就說 逼她叫她把她的貓的皮 的毛剃光 她叫她把她的毛剃光 她說你把她剃光 我就不打你 可是因為 那個小兒麻痺的男孩子 很喜歡她的貓 她說你不會這樣子 然後她就打她 然後打了她以後 這個男孩子就是受不了 她就跟 她就是好像去跟人家講 然後之後學校的人就知道了 所以那個高中男孩子就被罰了 就被學校老師罰 還是被家長打 我不清楚 反正就是被懲罰了 之後那個小男孩就是 過了幾天就跑去問這個女孩子說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貓 我的貓不見了 然後她就找不到找不到 然後過了幾天 那個高中男孩子就跟那個男孩子說 你是不是想找你的貓 你的貓不見了對不對 然後她說對呀 你怎麼知道 她說你去哪個巷子啊 什麼哪一個樹上去找 她就去找 她就把那個貓給吊死了 而且把他皮都拔掉 對 然後那個男孩子就很傷心 很難過這樣子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說 那她那個朋友本來就是比較自閉 就那個小人麻痺 又自卑感很重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她說她那個男孩子就常常跟她講說 她夢到她的貓 她的貓說她很寂寞很無聊 問她願不願意陪她 然後她說那個小女生 我那個女朋友是跟我講說 其實那個小孩不太懂 她就說那你 那她說那小黑貓 她就叫那個貓叫小黑 她說那小黑好可憐喔 那怎麼辦 她說那我可不可以陪你去 那我們去找小黑這樣子 然後後來有一天她就說 那個男孩子就跟她講說 我要去找小黑 然後那個小女生還 我那個女朋友還問她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這樣 她說不行不可以去 她說我要去找小黑這樣子 然後結果第二天那個男孩子就 好像不知道是跳河還是跳水 我那個朋友他住在北海道 然後那個男孩子就離家出走 然後後來就找到身體 那個男孩子也自殺了 對然後我那個女朋友就很難過 那她就說 然後她就是有夢到 那個男孩子戴著帽 跟她講說我現在很好 而且她說腳都好了 就不是小兒麻痺了 腳是好的 然後她就跟她講說 我現在很好 怎麼樣我跟小黑很快樂 她說可是我們今天會這個樣子 都是那個高中男生害的 她說我不會放過她 結果之後她就說 他們就聽說那個高中男生 常常發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比如說他們就會幾個朋友 一起出去騎摩托車出去 比如說那種日本 不是有那種路邊賣拉麵 拉麵攤這樣 他們就幾個人出去玩以後 就到拉麵攤停車下來 幾個人就跑到攤子裡面 老闆拉麵 然後先生要幾碗 然後五碗拉麵 然後他們就 老闆就煮了幾碗以後 然後就看到他們摩托車 就說你們有個朋友為什麼不吃 他說有嗎 沒有啊我們就五個啊 他說沒有啊 那邊車上有個男孩子 坐在那邊啊 然後這樣的情況不只發生一次 每一次老闆指的車子 都是那個 就是很壞的那個男孩子 摩托車 他就說坐在車上 他說一個小男孩子 看起來帶過的 跟著他 就跟著他 然後結果後來那個男孩子 就是精神衰弱 因為他 他也跟他家裡的人講說 有貓 有小男孩 常來找他 可是他家的人都不相信 是別人就認為他可能已經 精神崩潰了 對 然後但是 我那個小女朋友講 他就說 因為那個男孩子 以前就是很高很壯那種 所以才會欺負大家這樣 他說然後他就看著那個男孩子 越來越瘦 然後就是精神衰弱這樣子 然後結果 我那個女朋友就說 他後來都還有陸續夢到那個男孩子 就是他比如說考試 或是他很煩惱的時候 他都會夢到那個男孩子 帶著貓來陪他玩 然後比如說他有考試 他說他那個時候考上國中 我那時候 他好像是跟我說他國中要考試吧 有一次很大的考試 他說他準備不完 那個男孩子還笑笑跟他講說 那沒關係 我跟妳講 妳明天早上起來做功課 真的 他就跟他講 然後一直到我那個女朋友 他念高中的時候 他交了第一個男朋友以後 那個男就在女朋友上 他有毒鬼 這個叫考試鬼 來幫考試 對啊 其實我要講的就是 其實我們應該非常善待我們的動物 因為其實如果你去惡意傷害動物的話 也是會有報應 對 因為我知道沈榮是養著他的狗狗 比對他男朋友更好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是要有善心的一面 尤其不能說憑著自己高大 強壯就要欺負人 看人家小兒麻痺就欺負人 這是絕對不對的 所以他在強壯最後他也沒有辦法過那種 要有壓力的那種生活 好 接著我們請梁老師 來講妳的故事 這個 這個 我在服兵役的時候 我在橫春 我去陸戰隊大專兵 那個時候晚上啊 這個洛杉磚會吹 吹的時候張衛兵 那我們後面就是在這個彈藥庫 彈藥庫都是離圓區 離圓區比較遠在後頭 那後頭他那邊一個小的山丘 只有一個港少 以前在丹少也就是晚上一個人去 那麼往往就是一點到三點的這個港少 很多人都聽過 就是聽過這個港少後面有棵樹 沒有風的時候上面好像就是有人 但是你仔細看就沒有人看過 而且這個 而且是一個女人 她會叫你的名字 梁又翔 梁又翔 叫你 他認識你 那你要去回頭看 好可怕啊 那比如說他看到這個 莊銘尾 莊銘尾 你看 而且每一個港少被叫那個名字 比那個營長叫你的名字還叫得準 這麼多兵 之後呢那邊 每一個營區都在對面 都有一個老兵 他都會留守 在長期在那邊 我們部隊我們是換來換去 他們那個老兵是不換的 然後有一天跟那個老兵就聊天 我們就發生這個事情 他們有的人去拿這個箱去拜 奇怪 叫名字怎麼叫那麼準 其實橫春晚上在那邊很棒的 那個晴空晚上有流星耍耍耍 都要許願的 許願 我是許願從來沒領過 一次耍那個流星來十幾個 太快了 數了十幾個月 沒有一個人也領過 但是叫人的名字就很鮮 你會覺得後面呢 叫那個毛毛茵茵的感覺 說什麼咧 說我們還去叫 哎唷 無情障 後來呢就是 這個事情一段時間 然後那個老兵就找了什麼當地 老兵找了他 就沒有發生 我就問他 怎麼會有這個事 他就說這個 當地一個女孩子愛上一個阿兵哥 就在這個營區的阿兵哥 之後呢這個阿兵哥呢 就跟他要移房了 阿兵哥的也帶這個女孩子去 他這樣 後來因為這個男孩子家事還不錯 就反對他們兩個在一起 談的不就談的 他男的就不理這個女的 他這個女的呢 以前啊 來找這個男的 就走這個後門 然後一看到 因為他都認識你阿兵哥 中明偉 中明偉 他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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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給你一封信 你幫我交給他 他叫信 他都從那邊 自己拿信來 住得很準 但是他這個女孩子呢 就在後面那個樹上 因為那個女 男的移房了 那不對移房也 他也不知道到哪去 後來來的人他也不認得了 他就在這個港上的後面的那個樹啊 一個大的樹就上掉了 好可憐 很一個哀氣的一個故事 好感人喔 但是那個叫出來的聲音啊 你很仔細聽 他就是圓圓的 中明偉 中明偉 其實還有一個女生叫叫叫 他又不敢大聲 因為他把那個信交出去 又怕別人聽到 中明偉 有點壓抑的那種 而且每一個人的名字啊 都好像給你叫對 啊 這個就 那那個男生知道說 他上掉了 那這個故事是這樣子 至於那個男生知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而我只知道後面那棵樹 有過這麼一個故事 那麼但我自己的感受呢就是 差不多1點到3點那段時間 你知道那個1點鐘是最好睡的時候 哭哭哭 哎 未冰 把人家去站 所以心中去 扛著槍就滿了 因為有人叫你 你想想看 你想那個感覺 那個水壺拿起來都冰著 喝水都不敢喝 哼哼哼哼哼 因為那個感覺 就說那個樹 到現在聽說那樹枝也被卡掉了 不成是阿兵哥也被打 會嗎 對 你有聽到他們叫的名字嗎 對 他有叫啊 他叫你好像有什麼事情 要拜託你 拜託你一下 因為你就要去看 找不到 你看就看不到 但你感覺到那個樹上面是有人 但事後我們問了 才發現那棵樹還真的有事情 那棵樹啊 可能是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被砍掉 就是愛打瞌睡的人去把它砍掉 想打瞌睡就被叫醒了 哎呀 真是的 今天這個故事也是很精彩 非常的精彩 謝謝你 照顧我 這樣子 床